秋葵比較耐熱 適合在天氣比較溫暖的時候來種植 這一塊地要種秋葵 我們準備蓋銀黑布 因為秋葵屬於生根性作物 所以我們會鬆土整地的時候 就會先放足夠的基葵 我們用細盤一秒之後 等到長出後製四片葉子 就可以定植到土裡了 第一個我們要放的是有基脂肥料 這個是黃豆粉 營養豐富 大約一大把 接下來是發酵過的基粉 我們兩把 第三個是蛋鈴甲均衡的肥料 約10克 接下來我們要攪拌均勻 把這些有基脂跟肥料充分攪拌 讓它深入大概30公分的深度 我們看根系已經非常茂盛了 我們種的深度 大概跟田土一樣高就可以 然後壓下去 中間稍微凹一下 有利於澆水 第一次要澆濕後 前10天保持水分充足 這樣它才會乾掉 秋葵我們都種好了 接下來就是細心的照顧 濕肥除草 澆水 預防病蟲害 這些工作都做好 秋葵就會長得好 春夏的雨水比較多 種的時候我們 竹竹具帶一起50-75公分 種太密的話 比較容易產生病蟲害的問題 阿欣老師 秋葵大約多久濕肥一次呢 這個秋葵種下兩三個禮拜呢 我們要定期追肥啦 以後兩三週追肥一次 我們濕的肥料 第一個是蛋鈴甲均衡的肥料 大概五顆就好了 我們少量多濕 第二個這個是有機肥 我們看起來呢 是條狀很大力 這個我們一大把 第三個是發酵的激混肥 也是一大把 蓋住就好 追肥時也可以適當補充鈴甲肥 促進秋葵開發結果 接下來我們要複土 填土跟堆回土都可以 讓回粉不要直射太陽 複完土之後呢 我們接著用霧狀的噴水 秋葵雖然耐旱 但是平常土壤不能太乾燥 水分不足的話 品質也會比較不好 所以要保持土壤濕 阿欣老師 種秋葵的時候 還需要注意什麼呢 秋葵的質質 因為可以長比較高 如果風比較大的時候 容易被折斷 所以在開發結果的初期 我們會立一根鐵條幫助支撐 再來我們還用周光網 因為經典氣溫很高 我們看到秋葵的葉子 都有曬傷的痕跡 這個是黑色的遮光網 它遮光的程度呢 是可以遮光80% 那我們已經量好所需要的長度 把它剪下來 我們可以用這個塑膠夾 直接就壓下去 拆要夾呢 都很方便 秋葵的遮光網 我們已經遮光完畢 希望秋葵可以安然度過 這個七葉的珊瑚天 秋葵呢 開花了 開得很漂亮的花 上面有很多的花包 開完花之後 它這裡開始長果實 阿星老師 秋葵果實長多大的時候 可以採收呢 秋葵開花 四五天就可以採了 我們就可以剪下來 這樣的長度就可以採了 再長一點呢 就太老了 過一天就會太老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採下來 果實的長度 大約六到八公分的時候 就可以採收了 而且因為氣溫高的時候 也會長得比較快 所以如果太晚採摘的話 果實吃起來比較粗糙 可能會影響口感 秋葵蓮玉有膳食纖維和豐富的維生素 推薦大家來種 那我們下一集見 麵